好 大家好 咳嗽一下 OK 那 台湾现在不知道是几点 我这边好像是下午两点 那台湾是不是凌晨五点 所以这么早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看 但是没有关系 不管有多少人看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课程稍微看一下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 好 你有没有看到这是几月几号 看一下 今年3月14号木曜日 晚上8点26 我去那个沃沃 去沃沃观光的时候买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要去日本的时候 你一定会消费 那消费的时候你就会拿到手据 那你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懂这个手据好不好 好 那收据的部分的话 我有把它都把它写下来 都把它打成日文 那这边还没上到 所以我先把那个 黑白麦克的会员放在这里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有琉球 那个 琉球 然后下面有那个罗马平 好 我不知道会不会太远 琉球 那大家知道那个琉球王国 他们以前是叫琉球吗 后来 因为 被日本统治之后解写与 就改成冲繁县 冲神过寄 那冲神县的话他的话叫 沃沃沃沃沃沃沃 gez 沃沃沃沃 你看到这边有冲神县那巴士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沃沃 我今年是第一次去 那那霸市叫做Nahashi 那所以你还会看到这边有一个Market 就是Market就是超市 然后二号店 所以代表他的名字还有一号 可能还会有三号 你还会看到他上面有写 其实就是购买名细 这边很大一个购买名细 欧凯亚揚 好这边有写 梅塞修 看一下把它拿起来看好 然后会比较清楚 这就是购买名细的意思 然后免税 不是说你买什么东西免税 这个是你如果去沃沃 应该是买5000块以上免税 5000块以上 所以我们很努力的凑到5000块以上 我们就买最多次的一次 就是这么一次而已 后来就没有什么再买了 所以我们可以再看 然后它上面有写商品名 商品名 数量 数量 金额 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有商品名 然后你买了东西的数量 然后还有金额这样 那我还买了一个什么圆竹海鲜汁 我有带来美国 我没有全部带来 有一些给我麻了 但是我有带来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是圆竹海鲜汁 有没有看到 因为那个沃沃也是一样是海岛 所以它的海鲜当然就特别多 好所以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要怎么煮 因为今天是介绍那个收据 所以就没有办法跟大家太详细的说那个食材要怎么样煮 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就来再介绍食材要怎么煮 好所以圆竹蛋是它的名字 那个酱油 好那它说 Tororo iri Tororo iri 是山药 然后它有含山药在里面 好 然后那个日高昆布我也带来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日高昆布 好看一下日高昆布 这海带嘛 可是它写 他写北海道名餐 这个真的有点好笑 应该是 应该是 要买那个什么东西来着 买沃沃沃名餐 结果居然买到北海道名餐 那时候可能也没什么注意 我就开始随便乱拿 所以这两个我有带来美国 所以你会看到他 上面你会看到他也写一个 指引 看不看得清楚 指引的话他叫做 nebiki nebiki nebiki的话他意思是怎么样 就是折扣 他有折扣 他有减价的意思 然后第三个还有一个 kazu go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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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张 所以如果你有喜欢学日文想学日文去日本 买东西的时候你也可以从他的收据 从他的 明细书来看日文是没有问题的 再来是那个小柿 小柿是生姜这个我有带 我也有带来美国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生姜红茶 因为我个人喜欢喝姜茶 他这边有假名 小柿小柿 黄豆一粒 酒加黑糖的 这个一样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后面的日文他在写什么 我们会我在教大家 所以这个是 刚刚是那个生姜红茶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黑糖生姜 黑糖生姜 有我也带来了 我也带来美国了 黑糖生姜这边 那个 ココトショウガ 这边有写 黑糖 ココトショウガ 然后他是 他是那个粉末 粉末 Type Type就是Type 就是他是 他是粉末的样子 不是那种 一块一块的 所以他有告诉你要怎么喝 其实这都很简单 好大老远了 从日本带回台湾 再从台湾带来美国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黑糖 波罩兼制糖 Hateru Majima Saito 这个 波尖罩其实是 沃沃的一个 岛民 他的一个地方的岛民 然后 这个他我们去 琉球去沃沃特别都会买黑糖 那这个黑糖我就没有带来了 这个黑糖是在台湾 然后也有买面 沃沃ソーバ 那我这边看一下 生面 生面 生面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他是没有经过煮熟的面 然后第2个是干燥的面 那他这一个部分的话 他是属于干燥 因为干燥你才可以带回台湾吗 好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边一个小季 小季 有一个小季 好 那他的小季的话就是 5338元 338元 然后他有一个8%的 免税 427 用127元 所以他 基本上 他427免税是没有算 不用算了嘛 因为我说了 超过5000就免税 然后这边一个5K 合计就是 我刚刚说的 5338元 好 那他会告诉你 说你省了多少 506 因为他 上面有折扣 506元 OK 那我给他1万块 所以 这边 我承计一粒 就是他 他们收我们 就是对方收我们1万块 要1万元 然后再找我钱 所以那个钓 钓鱼那个钓 是找钱的意思 欧姿利 欧姿利的话 他找我 4662元 找我4662元 对 然后下面都会 这是固定的 这个你可以稍微学一下 你买东西的内容会不一样吗 但是 他最后这个是固定的 他写什么 お買い上げ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また お越しを心より 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他的意思就是说 谢谢您来 本次的购买 就是谢谢光临 谢谢光临 好 那また就是再来 お越しを 就是请你 就欢迎 我诚心的欢迎你 再度光临 看到一个 心 看到一个心 不会讲中文 心より 所以我打从心里 就是在期待 在等待 您的到来 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好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 我们这一个 琉球的 这个 所谓的是什么 购买证明 购买明细 的上面的 日文的解释 好所以其实呢 也蛮难的 也蛮难的 那我很少这个时候直播 那我只是想要测试一下 OK 那那个 那希望大家 会喜欢我的课程 那如果 喜欢的话 可以再加入我的社团 我忘了把社团名称打出来了 那你可以再视讯我社团名称 我再告诉你 他是公开的 可以自由加入 好OK 那就这样子 谢谢大家 拜拜